有看到新聞 說有一個老農民 他一滴金十滴血 然後他十年都沒有射精過 因為他就很怕說他的這個 然後結果後來 就拿出了一個快兩公斤的結石 在射物線 他那個就是精液都一直悶在裡面 最後就變成一個發炎的一個石頭 所以也不能沒有 但是也不能太多 對 所以我們正常在 平常在刮射物線的時候 都會遇到多少幾顆小石頭跑來跑去 那個都是慢性發炎出現的小結石 那刮射護線是什麼意思 就是如果說它已經阻塞了 需要動手術治療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弄出一個通路這樣子 這樣子 我可以在姓氏這一邊 我再問清楚一點嗎 因為這樣的話 什麼樣所謂不結就結智 什麼樣叫做有結智 大概是 幾次 對 頻率 你們笑呢 我是病人在問 一般有研究過我們國人 一般男生 一個禮拜兩次到三次 我想這個應該都是合乎的 在泌尿科有些專業 我知道很多年輕人 他可以證明自己一個晚上 可以五次 七次 這個七次有點是太神話一點 是真的 像第三次都沒有東西了 那沒有關係嘛 那都沒有關係 但是它會有那種慾望嘛 對 但是讓那個都容易造成 我們一些逆行性的 一些細菌感染 那就是用過度也不行 可能有可能會變成 攝護性鹽對不對 對 容易發炎 因為我們在最後 在高潮要結束的時候 其實它會 攝護腺會強烈的收縮 所以你一個晚上 這樣讓它這樣強烈的收縮 一直操它的話 它大概之後就血精 精一有血或什麼的 可能就會出現 節制 一個禮拜兩到三次 好 要節制 然後也不能不用 對 所以它大有可能大到多大 標準是20克 可能它可以到五倍、八倍 更多都有可能 那就一個例子變得那麼大 例子變成可能一個壘球大 那它的負擔是在 它的負擔就是說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圖 它在這個膀胱出口 這個是大概正常的一個 比正常大一點點的大小 是 如果說你想像這個東西 突然變成就是一顆 一個蘋果大 對 根本小便就出不來了 而且它甚至 它把它要小便的口都堵住 對 它不但就是把它堵住 它也會往中間去擠 讓你的尿道扁掉 所以小便會滴滴答答 會等很久用力 才能出得來 另外它也會往上頂 它四面八方也會往上頂 造成就是說它頂的膀胱內壁 然後會一直想尿尿的感覺 就是憑尿的原因這樣子 是 我有一個台商朋友 快六十歲了 那他生意做得很好 台商你知道嗎 這早年那個賺的錢都非常的多 他跟他太太也很好 但是呢 他有一次得到社護腺炎 他是回來台灣看的 回來看了之後呢 他就想說社護腺炎就是這樣 那台商他並不是能夠常常回來 而且大陸的醫療的系統是不好的 他結果呢 回來看過一次 我們還一起吃飯 吃完飯之後呢 他就回去 回去之後那一次之後呢 他半年都沒有再回來 因為生意太好了 訂單太多 他所以呢 他就生意越來越繁忙 他就不回來了 結果再一次回來的時候呢 我跟你講 那個他跟他太太淚眼婆說兩個 我說是怎麼回事 他說 他說醫生告訴他 他在活不久了 他已經是變成社護癌 社護腺癌 他從炎變成癌 對 社護腺癌 就發炎的炎 後來變成癌症 所以他說 我說 他說我的人生是這麼悲苦嗎 就是說賺了這麼多錢 可是他人生可能 對 他早年去那邊打拚的時候 也是很辛苦啊 可是當他真的賺到錢的時候呢 竟然他已經得到癌症 結果後來他是在前幾年已經過世了 所以說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一個社護腺的發炎而已 他沒有好好照顧回去 半年沒有再回來回診 就變成癌症了 所以說我就想說 剛好醫生都在這邊可以問一下 那麼Cumbo 那個變化會這麼大嗎 這麼快速 社護腺癌的症狀 大概是怎麼樣 發炎的癌 發炎的癌就是 剛剛說的一些 然後可能在刑房的時候 會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覺 平常甚至你可能叫他坐著 他都覺得坐力難安這樣子 然後要他騎腳踏車很困難 因為直接頂在那個地方 然後或者是精液裡面有血 這幾個都可能是 攝護腺發炎的症狀 所以他發炎是指攝護腺 這個器官 那顆東西本身 那個東西本身發炎嘛 對 所以它會變得很軟 會變軟 然後就是旁邊沖血 然後疼痛 然後嚴重可以到發高燒 那像剛剛俊耀講的 從炎變成癌 其實 它有一定的相關聯性嗎 我在想 因為不了解說完整病狀 但是可能還會有別的東西 造成今天那個問題 就是到過世這樣 因為其實攝護腺癌 是我們知道目前來講 它進展 它就是相對來講 非常緩慢的一種 甚至有國外講說 你其實攝護腺癌 你都不要理它 丟著不管它 它可以讓你十年後 就是都還好好的 那美國 攝護腺癌 對 攝護腺癌是進程 算非常慢的癌症 所以很多癌症 醫生跟講說 你真的要趕快開刀 不開刀不行 可是攝護腺癌不會 它會給你算年紀 比如說你大於75歲 不用開 其實不用開 因為我們一般 可能預期的平均餘命 大概你75歲 大概在10年 所以其實就不用再去 特別去拼我的手術 所以我那個台上朋友 他死不應該 應該不是死於攝護腺癌 還是轉移或什麼 他會轉移嗎 轉移也沒那麼快 他很慢 他動作非常的慢 我們其實美國有做研究 攝護腺癌 基本上過世大部分的人 都是因為可能心臟病 高血壓 糖尿病什麼 去世了 都不是真的因為攝護腺癌 是 那羅醫師 像如果有攝護腺癌的話 發炎的話 你們中醫有什麼方法 可以做治療嗎 因為我像騎腳踏車 我都要一騎三個小時 一定下步 我相信很多車友的 都會有這種感覺 就是說你騎久了 尤其是年紀40歲的 40歲 40歲喔 男生40歲 我們中醫叫做年過40 腎氣衰 所以40歲你會發現 你眼睛不好 手刺就不撩 是不是 上下都有點老化的 我們推薦一個叫做 這個藥茶滿好的 這個叫玉米鬚 就是我們玉叔叔的外面 我們在河本科 玉米鬚它是一個很好的 清熱解毒 利尿的 然後這個白毛根 這白毛根它也是清熱解毒 涼血活血的 這叫車前草 它本身都是一種 例如利尿 排毒 對我們的一些尿路的 平滑肌的收縮有幫助 假如說你真的有 攝護腺發炎的 容易上火體質的 大概都是5000到1兩 然後煮水 大概1000CC來煮水當茶喝 這對攝護腺的預防保健 我覺得還不錯 是 假如不想長期靠消炎藥的話 我覺得可以來參考 所以攝護腺鹽 算是中老年人的專利嗎 還是說年齡層有下降的趨勢 如果是發炎的話 就沒有分中老年 年輕人的攝護腺鹽 可能是因為它都熬夜 然後就抽菸喝酒 做洗不正常 那性行為多 所以增加就是細菌跑進尿道 然後造成攝護腺發炎的 那老人家通常都是在年紀更大的 那長期躺床 可能他放尿管什麼 然後持續的感染 跟他可能就是 一直沒有預治療攝護腺 然後水又不喝 然後長期造成的發炎 OK 好 所以就是攝護腺鹽發炎的話 它其實是不分年齡的 對 都可以出現的 都可以 可能青少年也有可能 甚至我覺得年輕人 遇到的比例好像還更多 我自己的門診的經驗 你自己的經驗是這樣 因為就像剛剛我一直講騎腳踏車 其實騎腳踏車 對攝護腺是滿有影響的 對 以前我們老師講說 就是肩影騎腳踏車 不要超過三個小時 超過的話會造成新功能的影響 的確就是三小時 那它真的是會有影響的嗎 真的會有影響 因為它直接就壓迫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自行車 那椅子是很細的 然後你在 你不可能說太寬 也不可能說太軟 它必須要支撐的 所以它其實直接一直在撞擊 然後它又沒有很好的那個避震器 那你長時間的壓迫跟撞擊 然後很多病人就跑來就說 醫生怎麼辦 我沒幹嘛 我都沒有出去亂來 可是我為什麼 就是熱精的時候是紅紅的 他就很擔心這樣子 然後後來問了很久 有滿大部分都是騎腳踏車 他可能就騎到淡水 巴黎在騎回來的 或者是他跑馬拉松 跑二、三十公里回來的 他問一問才想到說 對 那跟這有關係 比較符合現代醫學的看法 就是溫水作浴 就是它適合用熱敷的方式 不是用按摩 因為很多你按摩之後 他去做檢查 發現攝護腺這種發炎指標 它就是特異性的攝護腺發炎抗原 PSA它就明顯的上升 所以只能溫水 而且重點不能盡量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不要做冷板凳 你那個 你假如說你做的板凳 都特別涼的話 你會發現你攝護腺 也容易發炎腫脹 所以這個攝護腺它洗溫勿寒 是 所以特別要注意 那攝護腺炎 它有分急性跟慢性對不對 對 像剛剛俊曉哥他自己的分享 應該是屬急性的吧 是 急性跟慢性 它的症狀會有點不同嗎